由於我們這 這個角色 這個蛋我們之後做的是一個 表演的動態 我希望讓他擬人化讓他有表情 在做表情的話其實 有很多在3D有很多種做法 這樣直接幫 整個蛋做出 眼睛嘴巴鼻子的模型 這是一種就是畫貼圖 像是我們今天我們就用素材的方式 用切換表情的方式來做這顆蛋的表情 結果我們會像類似像這樣 我們用控制器去控制 蛋的表情 好 為了要做到像這樣子我們必須對蛋 在材質我們必須要做一些 進一步的 加工 好 我們為了要做貼圖 我們貼圖 在3D裡面有一個很重要觀念就是 UV UV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蛋 模型 他現在是一張平面但是我們貼圖 貼圖圖片啊照片基本上都是平面嘛 我們就要把 這個模型攤平 這樣才有辦法 畫貼圖在上面 或者使用我們的貼圖素材 然後怎麼做呢 他們 這裡有一個UV Editing的模式 我們切換到這裡 他這裡預測就會幫我們切 我們就進到UV Editing 可以進到Eddie Mode 他這裡 如果沒有進到Eddie Mode 我們一樣 就把它切到Eddie Mode 因為其實 這個 UV 對於 模型來說 他也是模型的編輯 好 我們現在有兩個視窗 右邊就是我們的3D的視窗 左邊是我們之後 拆完UV 的樣子 就是我們之後會 一張方形的貼圖 我們要告訴他說 貼圖要對應到3D的模型 要對應到哪裡 好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這裡我們來做一些最基礎的 拆UV 拆UV 基本觀念就是 我們希望 我們要畫貼圖的地方 我們盡量不要 把它拆開 因為像這樣的話 他整顆他是攤不平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 像糖果子一樣 他一定有拆封口的地方 好我們拆封口 我們要拆 而且要拆在 基本上我們比較不會 碰觸到的地方 像這個的表演 基本上都是在正面 所以我是希望他的 切封 切口在後面 好我們這裡可以切換 數字123來切換 我們的模式 用選點的模式 要選線的模式 跟選面的模式 然後我們切線 我們要切拆封口 所以我們用線模式 按數字2 好 像這個蛋我們基本上 我們的表情 要做貼圖在正面 所以我們在他的後面 我們從他的後面 按著Shift 我們可以選取 把一個線選起來 這裡我們也可以按著 用Ctrl 他可以一次 選頭 按著頭跟尾 去連結 把我們的線連起來 當然如果你線太遠 或一次跨到對面的話 他可能會抓到 比較短的那一邊 所以這裡我們就分幾段 按著Ctrl 斷一斷的把 切出來 好 好 我們這樣把它剖半 從後面切開 切開後我們按 右鍵 右鍵的選單這裡 有一個叫做 Mark Theme 他就會標註說 這是一個切線 Theme 切線 他這裡就會出現成紅色 好 這樣後我們把我們所有的面 右鍵選起來 按A全選 右鍵這裡有一個叫 快捷鍵是U 就可以記起來 U OnWarp 按快捷鍵 U OnWarp 他就會把 我們的模型攤平 到我們左邊的界面上 這是我們 貼圖 猜出來的樣子 但這裡你會發現說 如果選了別人的面後 哎 他不見了 他只有單獨選到我們 選到的東西 可是我還想要說 做一些調整怎麼辦呢 這裡 選前後 這裡左上角這裡 UVSNEX SELECT 這裡選起來後 這我們就算選模型 的點 他也不會 被 影響說只顯示 這個部分 好 像這樣就是 最簡單的 拆UV的方式 以我們這個案例 我們這樣子拆UV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來觀察一下 因為其實 任何 UV拆了後 其實 UV永遠沒有不可能攤平的 除非你把一個一個的小格子 全部拆開 他才有可能百分之百的攤平 好我們來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我們把它點開叫做 UV Editing 裡面有一個DisplayStretch 他這裡有一個顯示說 說我們拆UV的狀態 看看 有沒有 這裡有藍色 淺色 黃色的地方 我來舉例一下 好我們把這個點去拉開 只要當越偏離藍色 代表他的拉扯越嚴重 代表我們之後的貼圖 會在這邊做變形 所以我們這裡 要盡量讓整 這個蛋的模型盡量都維持是 藍色 這樣子的話我們貼圖 才會貼得比較工整 才不會變形 好我們一樣在Shading 現在我們有了這個UV後 我們在Editing UV後我們進到Shading模式 我們來 對於這個蛋我們來上一個 其他的貼圖 來看看我們UV猜的 怎麼樣 Shift A 我們創建一個 Texture Texture 叫一個 Checker Texture 這是一個蠻長 用來檢查貼圖的 好我們把他拉到 Basic Color 這裡你會發現 欸奇怪 這跟我們的貼圖 猜的樣子 其實不太一樣 他像是 你看從這邊 他像是用投影的方式去貼這個貼圖 對 是的沒錯 因為在預設 貼圖 它是會 走 世界走向的方式去貼貼圖 所以這裡我們有要使用一個 AddOn Edit Preference Preference 我們打Node 在之前的章節我們也有講過 叫NoneRangular 這個 就是拿來對我們做 像節點類的東西 的快捷鍵 這時候我們就按 對貼圖 按Ctrl T 他這裡就會賦予我們貼圖的 這個 屬性的一些 進一步的參數 這裡可以做為貼圖的 Tiling 大小的縮放 不過這裡 我們這裡沒有要 屬於這個 不過因為是NoneRangular的 預設 所以他多了這個 他這裡是 自動 對這個模型 自動產生 貼圖走向 但我們其實我們剛有拆了 UV 我們把UV Tile Vector 好 這就才是我們真實 我們切 這個材質 這個蛋我們該拆UV 我們把這個Scale 縮小 好 有沒有現在有沒有發現 這裡 現在反正是我們 這顆蛋 拆UV的方式 一個 切線 在後面 收緊 來 貼成這個樣子 當然他正面是有一點拉扯 有一點變形 對如果我們 希望 切線只有一半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拆 甚至我們如果想要貼圖 因為我們只有 如果我們這個案例我們只要貼表情的話 我們這裡也可以把UV 把它拆成一半 好我們回到UV Editing 這裡 我們拆了一個這樣的UV 好 方便我們之後我們表情想要放的是正的嘛 我們這一把全選 一樣按R 我們旋轉90度 180度 90度 負180度 好我們這裡 Rotate 90 Ro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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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度 Rotate 180度 好 好 繼續把移動到 畫面中 稍微縮小一點 好 我們這個是我們第一個UV 我們這樣 拆線拆比較少的狀態 好 我們這裡 我們在UV Map的地方 我們這裡就會有一個UV 這就是我們現在拆的UV 如果我們一個模型想要給他好幾個UV的話 我們可以在這裡再新增一個 UV Map 這個我們還命名一下 叫 Cut Back 背面切 UV 好我們這裡再做另外一個UV我們要切成什麼樣子 UV Cut 成2 Cut切成兩個 這個命名其實大家看自己命名 好我們現在這裡切到另外一個UV 我們顯示的地方我們顯示到這個 切到2 好我們這裡 我們把整圈選起來 這裡 Mark Sim 按錯 Mark Sim 好 我們這裡再切換UV的時候有沒有看到這裡其實有兩個UV的模式 我們這裡好我們這裡按A Unwarp 這裡 選起來 來 對可以 ClearTheme A 按Warp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蛋切成兩個正面 兩個模式 讓我們來切換 這樣我們就可以有兩個UV的拆法 那這裡我們蛋之後想要 我們按L全選 G OK 選 我們按L全選 弄到我們畫面中 Skill Tower G ですね 好現在這樣我們之後就有兩個UV我們來看一下兩個UV的差別 这样就要shading shading这里 预设它这里也给了uv 但是它会不知道说我们要使用哪个uv 所以我们这样shift a 我们在input这里有一个叫做uv map 我们这个就是更进一步的 这很指定 特别指定uv map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使用的是哪一个uv 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 切后面的 切成两个的 整片切开 uv的使用其实就跟我们之后要用贴图有关 像我们之后我们想要拉车更少 我们可以贴贴图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贴我们的蛋 好 这是关于uv的一些桌面 我们这里学会了 mark theme 来切uv 甚至我们一个模型可以有多个uv 然后uv uv的线我们今天切在我们贴图比较不会影响的地方 像这样这个鸡蛋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脸的话 我们就这样不要把线拆在脸的上面 咱们 好 咱们 感谢观看